大家好 很久沒拍過影片 因為近來有很多事情做 有其他事情忙 連Wall Game都沒有怎樣玩 今天不知為何興起 想找些東西來聊聊 關於自己玩 現在香港最流行玩GBB 我早期就是 玩 今天 不講那麼多廢話 直接到題 講幾個牌子 我接下來會講自己用過的幾個牌子 今天介紹就是 最早期自己入門 去玩GBB就是這把 PSC 大家看不看到鏡頭 因為設備都很簡陋 不好意思 而且都 廣東話的話題 都很多 但 自己當興趣 分享給大家看 如果有用 可以幫到大家 買的時候 玩的時候 聊聊 閒聊 那 這一把 就是 KSC 創出的 本來是很普通的M4 美軍版的M4A1 這把槍 我原先是 玩開 大概六年 或七年 左右 我不太記得 慢慢由 AEG 轉做 GBB 慢慢 玩一些 單法 遊戲 覺得 頗有趣 一路 玩下去 而且 有後座力 這把槍 我用了幾年 但這把槍 其實是 中間我轉了 做Version 2 現在 你看看 這把是Version 2 Version 1 有什麼 不同呢 我那時候 第一把是Version 1 價錢 就是 2千 我記得 2千4 還是2千5 左右 那 單價大概 單價比較貴 就大概 四五百元 左右 不用 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 左右 那 講到它的優點 就是 直接講優點 不講那麼多廢話 就是 它的優點就是 穩定 性能 氣化好 即使十多度 都可以玩到 當然是 沒有電槍那麼好 沒有EK那麼好 但是 始終香港的 偏向多人玩 GBB 我覺得 這是一個 蠻好的選擇 而且價錢 都不是貴 比起早期 四千 三四千 或者GHK 那些比較貴 馬路易 現在 最 當紅 那 他 三千 頭 對 二千 三千 頭 之後 我會介紹 馬路易 優點 缺點 等等 那 這把 大概二千多 二千中路 如果大家 其他牌子 WE 什麼 WA 我自己就沒有玩 我自己就 不評論 那 我主要講回 KXC 馬路易 和GHK 主要都是玩M4 因為普及 和相對多零件 可以換 例如魚骨 我換了魚骨 這條 這條是 中間的肌肉 我沒有動過 我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骨頭 我切走 這個 手指的位置 就是 頂著 很舒服 另外 就換了 Buston 就是 有Slinko 快速 Quick Detach 這裏我又加了 Slinko 方便 你換窗 或者放下 可以 拉開窗戴 這把窗戴的優點就是 第一就是 氣化好 打壓容量 有48 槍身 可以 不算太重 重量 主要是 在打壓容量 因為它比同廠 MALURI 其他牌子 WFC 大約重 100克 它大概 估計500g 其他MARURI 400g JHK再輕一點 300g 不算副廠 Pro-win 我推介它是入門級 你又不想那麼多東西煩 預算大概2000g 我覺得是一個頗好的選擇 它的優點是起發好 好 準成度可以的 我測試過 當然MARURI 原裝是稍稠一點 但如果你有心設定 它的興奮 二代或是買封劫膠 都可以大大提升穩定程度 我這把已經設定可以了 你可以之後看我打WALL GAME的影片 其實它的準成都可以的 你香港長人一定不夠用 30米至40米就會靠你自己的技術 我覺得30米完全沒有問題 至於這個零件呢 以前就差一點 原裝零件不是很貴的 例如8米元 或者大概 它主要的選號是這個網球牌的BALL STOP 因為你始終這個位置 你任何牌子都很容易蝕 因為它靠那顆東西頂著BALL STOP 但其實有時候你打遊戲 我覺得是否需要打到它沒有彈 當然這個是樂趣 BALL STOP AEG沒有 但 我呢有時候你進攻的時候 你不會剩下1-2顆彈 才再重新 現在是 預備 即是可能剩下一點點 你記得換隻身體 這個技術上的問題 這個就換了一個紅點鏡 這個是HOLO SUN的 這個HOLO SUN的紅點鏡 我覺得真是 即是比於同級的價錢 我覺得它是值得玩的 而且它是交足功課 至少一千六七多 才可想行 DBC能夠交往幾乎 然後現在限電 有輕便 在香港這麼小的環境 我覺得很合用 我主要用廣東話 但也是針對香港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我弄了兩個掌聲在前後 這把槍我都定了管 內管是在這裏 主要是彈架比較重 但我個人玩了一段時間都很資深 其實香港的場地真的很小 外國不會玩GV 其中是天氣 而且場地很大 你不可能拿著這麼重 或者拿著這麼多汽車去重新 是不及實際的 如果香港這些彈架 你說重100g 但其實 說真的 你只有二三十人一場 你打得大家沒有人排 我當你七槌八槌 每人要對付分的 分開對付的 你都是四五個 你不用拿到這麼多彈架 根本是多餘的 心理上多於實際上需要 你拿多個彈架沒有用 我覺得只會令到你亂開槍 亂開槍 亂開肥 又浪費錢又浪費 但我覺得另外一樣 重點是 你又可以這樣想 其實 這些運動來的 我自己覺得是一種運動 其中一行運動 這樣去看我覺得會好些 運動當然需要體力 你身碎身汗 先享受那個 活動 如果不然 你不如回家打機 其實我喜歡拿三至四隻 已經足夠了 我除了拿Rifle 我都拿Pistol 我都拿手槍 這個大概四隻 最多四隻就足夠 因為都蠻重 如果你再拿 我覺得 我自己設定是三隻 一至四隻 Pistol 反而是 跟它相同 四隻 或者五隻 因為Pistol 甲是很輕的 而場地又不太大 你 人數小 場地小 你不需要那麼多 沒有需要 無謂浪費體力 打完的 Reload 還有不要拿那麼多 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練習去 限制你的彈量 提升你的技術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轉手槍 你沒有彈力的時候 我覺得 都是一種樂趣 來的 不需要每次追求 你贏了 我覺得這件事 心態很重要 大家不喜歡聽 又好 怎樣都好 我自己真的 我自己覺得這樣想 會開心一點 會開心一點 即是 享受遊戲 那 講完廢話 主要是 覺得 它如果出副廠的 輕量的價格 我覺得是挺優雅的 因為它的槍身相對 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很容易花 你看到這些很容易花 即是脫色 但現在做 Zero Code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 如果你追求 marking 即是 所謂真香的黑人 那隻馬仔 那我就建議你不要玩這個牌子 因為你要換其他零件 不如說 聖馬馬路易 或者BFC 那些 即一次度位 好過 但如果你想感受一下 不想給到三千多 那 就買這個牌子 你又不怕 重一點點 那些價格 我用了這麼久 其實就算我現在有馬女易 和JHK 我都 有時都會拿去用 那我 近來我都 即是 玩場遊戲 我覺得 它其實 喂 搞了功課 沒有需要特別 即是 你花太多錢 又說 買哪隻 買哪隻 我覺得 有時呢 玩Wall Game 即是 即是 我都試過 給很多錢 換很多款的東西 但 其實 到頭內 我覺得買的時候 是很開心的 但 到頭內 最重要是 享受遊戲 那 另外 它呢 還有少少 東西 我是買了 的 另外呢 我就買了 Apple Receiver 那 Apple Receiver 這組 好像 六百幾七百 幾百 多元 有小一組 但它不連 裡面的鍋 那 這把槍 是 跟一個 鋼 還有 我 貨短 可能CQB 那些 我建議 如果買 改裝 或 買這些 加強 的 補品 我建議 花一點 錢 大概 五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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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多 可以買到 這個鋁的鍋 這個 我記得 好像 YS C出 台灣廠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鋁 你看到 很光滑 很閃亮 它的好處 就是 輕 變了 你省了 GAS 另外 那個 Buffer 可能 要換 一套 重一點 當然 不要太重 太重 你會浪費 但是 它的 如果 換了這個 後座力 沒有太大 就小了 但是 如果 下場 輕快 不會浪費 實用 簡單 說 當然 你自開 就換回鋼 在家裡自己打 如果下場 我選擇買這塊 或者 有些人比賽也會 另外 Buffer 我遲些說 有個 香港人出了一個 快速回鋼 Buffer 我也建議 他做 其實 他也不便宜 600元左右 但我覺得 是有用的 不需要 搞那麼多 他也會給你一些 就是 recycle 速度 可以 說 還有這把 槍 很容易 拆 上下身 變成你 入背包 很方便 他也不算好 很適合 但 OK 但 好處是 你不需要其他工具 我剛才說的 就是這個位 如果是虧了的話 你要 找些工具 來 磨正確的角度 去 其實 就算買了 百多元 這顆 最主要是 吃虧了這顆 而且 以前 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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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斷 現在 轉了鋼鍋 更加難斷 另外 為什麼買鋁鍋 我覺得就是 它會耐用很多 這個位置 沒那麼容易虧 這個位置 仍然很利 這個角位 是不是 過關PASS 其實不是太重要 這把槍 設置 都是耐用的 而是實用的 落場有用的 不像某些牌子 我最討厭 VFC 很容易 很容易破壞 這些零件 當然香港人很喜歡買 我真的 對不起 我都會說一句 零件又難買 又難補給 另外 就是 怎樣拋進去 就是這樣 拋進去 拋回兩顆鍵 這樣就完了 我覺得幾好用 換款 可以買回來 另外 它 有 內管 我換了 別的牌子 它有 套餐 可以 由 WA ALTABELLO 即是外管 專做 即是 用WA 的外管 不用擔心 一定要買 專用 KSC 它有 DATA 可以用WA 的外管 之後我再給大家看 說得不太好 不過 多謝收睇 如果大家 喜歡 這類話題 給個LIKE 我知道 即是 剛剛看 不剛剛看 我們就 不要緊 最主要是有很多分享 多謝大家 拜拜